那你跟妈妈一定是感情特别好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把你的妈妈请上来 好不好 行 好 来 我们掌声请她上场 你好 东东好 你好 欢迎您 请您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陈庆华 我是陈三儿的妈妈 陈大姐 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陈儿这个头怎么了吗 在她出生四个月的时候 就是被医院诊断出 患有先天性脑机水 然后到北大医院做的 长达了七个半小时的手术 当时医院就说 陈儿就是医治有点晚 而且就是小脑一点都没有发育出来 全是平的 就说即便你治好了 就是因为她已经影响到了脑发育 就也是残疾 甚至是 甚至说就是双目失明这种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母亲就说 必定是孩子还小 可能是有很多的机会 可能是她还能活 我一个月还有一千多块钱退休金呢 我能帮你养她 后来母亲就帮我挑起了不要菜儿的这个重担 一个人承载了这么多的重担 但是我感觉仿佛并没有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倒 您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您现在对于菜儿有什么样的比较大的顾虑吗 还是她的健康这块 因为她的这个脑袋里有一个分流泵 分流泵上连着一根分流管一直通到腹腔 等到声音高长到一米五到一米六的时候 这根管不够长了 还得要换 毕竟这个分流泵和分流管是一个外执进去的东西 怕出现一些个意外的这个事情 而且她这个毛病特别怕发烧 如果发烧了就是容易引起脑膜炎 灿儿 东哥问你 你还有要做一次脑部的手术 你还不害怕 不害怕 因为一是你妈妈陪着我 妈妈就是我的保护伞 第二是我还期待第三次是啥图案呢 第三次你觉得这个留一个什么样的英文字母啊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C型的 C型啊 为什么是C型啊 因为C型是一个月牙的形状 我特别喜欢月亮 我觉得月亮的光芒应该可以把妈妈 让妈妈笑得更开心一点 这孩子也太乐观了吧 性格怎么这么开朗呢 是随您吗 就是因为她的这个乐观的性格 总是在鼓励着我 一定要坚强 看到灿儿这么乐观 我就无数次给自己洗脑 哎 什么都不要想了 就是好好的努力地去挣钱 多挣点钱 能为她这个孩子做到什么 就做到什么